时代的齿轮环环相扣 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金属的碰撞 机器的离合 也在调动人的聚散 浙江省宁波市唐溪镇师村 一座近代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五间小村 顺达纺织配件厂主张仁康家 与这片土地的地园 向无形散物的种子汗淡出开 清晨 张仁康早起登山 村庄在车床的冲击声中不唤醒 我们给人家的客户 放在大屋 跟我一起什么时候去找 高地富年 马来的女别厨 自己走走 我们城里我打给女别厨 打给我第一个车 这台仪表车 建立了师村五金零件的新大门 并以小家带动大家 让师村村民一起搭上了五金发展的列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国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师村五金产业也达到发展顶峰 供不应求的年代 张仁康在妻子的帮助下 凭借大规模机器的最初引进 和谐稳定的雇佣关系等竞争优势 赢下了时代的红利 从一众个体私营企业中颇颖而出 经久耐用的老机床 就像一个个文化符号 承载着时代的记忆 沉淀岁月的痕迹 见证了师村工业的变迁 张仁翔用手轻抚这位七十岁的老朋友 透过光影依然能想象出三十年前 机器轰鸣工人忙碌穿梭的景象 这种很古代 这个人我摆墙送菜品 我自己有种充许的 因为新疮哪批东西进去就搞不去的 像我们这种年龄在墙里做的 是属于这种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人 像有的墙嘛老板就说就不要了嘛 但是我们老板人很好 我们也是老公人 反正做了这么多年做习惯了嘛 跟老板人有感情的嘛 反正就做着嘛 遇到什么产品的难题了 那我跟老板我们可以做下来商量 工艺怎么样 产品质量怎么做 那么我们商量商量 产品就做出来了 如果自动化程度高了以后 估计延期间会进来 如果像自动化程度不高的话 估计这个行业延期间会慢慢越来越少 这是正常现在 师代的车轮不由分说的 把年轻人带离了土地和老家 师村的生命似乎正随着父辈的老去而终结 张仁康作为师村武经产业的先行者 积极投身于村里公立建设 在村里最富名望的老年协会担任副组长 这是为了老年协会担任副组长 成立老年协会担任副组长 周出云田 叶芝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把工厂交托给儿子后 张仁康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 加入了裁缝队做志愿服务 张仁康一家就是传承暗语和谐的最好的权势 我去年应该是前年下半年 应该是去年开始慢慢接受的 一直在做设计这一块 也就是那一块 我父亲年纪很大 你这么大年快七十岁了 对对对 那你在工厂怎么办 要么不弄 要么我接受 只有这么两个选择 信念念家一脉相承 2021年张仁康的儿子张士高 再三抉择下 决定放弃在杭州的设计工作室 回到家乡接手父亲的五金零件厂 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之下 无数村落的命运又再次转动起来 但重获新生的师村工业 又再次接受时代的考验 时代的转盘也同时带给了 下一代新的挑战和问题 像我们现在要想 国际那个厂包怎么的 我们都哪里去见 在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 私营企业经济前景呈下行状态 由于工业用地的受限 半成品工厂缺少发展空间 加之后疫情时代下的 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流失 顺达隶属的五金行业作为基础行业 同样面临着机遇与危机 现阶段仁康的弟弟家企业保运 也同样面对新的挑战 其实这两台这台小一点 那台都会大一点 平面的我们可以用这种小的设备 设备就可以做掉 而稍微有一点点深度的 其实我们也用不到这种设备 所以这两台设备相对于我们闲置的 也比较可惜了 这边是我伯伯的工厂 对吧 我大伯的工厂 那我机器规模可以扩大 我可以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优势 我可以增加机器 大机器 人家没有这种问题 人家做不到 我们能做得到 在衰落医师的边缘坚守 在快捷功力的繁荣里坚持 张世高秉持父辈的原则 无妄初心勇于开拓 想要焕发出顺达新的活力 能力坚固的冲压剑 运作灵活的冲床 相互牵引的齿轮 这些机械在不曾停歇 不断运转之下见证着一切 同时也承载着张仁康三十年来 独特的文化记忆 也于每一处细节中 展现着工业匠人的巧思和匠心 传统因为后备的归香 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张世高继承一波后 一方面跟厂里的老师傅 学习冲压方面的技术知识 另一方面 他根据本厂的现有技术力量 设备条件 尝试解决工厂的现状挑战 化危机为机遇 首页传代的转盘 转到了张世高这一格 续写着匠心传承的新篇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花肉